解放军新型打印武器 155毫米卡车炮自动化水平超高 一人就能完成装弹射击 可通过运20运输到高原 冷战开始之后 地面部队作用大于其他部队 因此由于地面部队的需要 履带式自行火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但自冷战结束后 轮式部队开始受到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 被牵引的火炮早已不能满足于新的轮式部队的需求 因此各种轮式自行火炮开始出现 而卡车炮就是主要类型之一 顾名思义 卡车炮就是指以卡车为炮架的机动炮兵 与普通自行火炮相比 由于它使用卡车底盘 因此在野外区域的通行能力不如履带式自行火炮 但在常规和高速公路区域的通行能力要高得多 同时由于其重量较轻 运输更加方便快捷 可以大大减轻后行压力 提高战场效应能力 根据中国军事网报道 9月22日 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 某炮兵旅日前出动155毫米PCL-181型车载加榴弹炮 进行士兵实弹射击演练 在该次的演习中 据该旅流炮旗下的一名营长透露 我国新型卡车炮全部采用新型全自动技术设计 所以炮班只需派遣一名士兵 就可以完成自主装弹发射 据悉 新型155毫米卡车炮 首次亮相于我国阅兵仪式 作为我国火炮家族的新成员 如今已经陆续服役于解放军各部队 该卡车炮是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新型大口径火炮 另外PCL-181不仅具有高机动性 而且由于其重量较轻 还可以通过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进行战略运输 从这一点看出 完全可以将其运输到高原地区 我国该型卡车炮 继承了传统卡车炮的优异性能 卡车加主炮的组合 使得这种新型155毫米卡车炮重量更轻 机动速度更快 机动距离更远 一旦发生战争 这支150毫米的新型卡车炮部队 就会迅速地进入预定的部署区域 根据可靠资料显示 我国新型150毫米卡车炮 在公路桥梁等地表现出良好的机动适应性 该炮到达指定地点后 各队迅速占领阵地 解放军采用牵引炮架下炮的方法 使战斗时间大大延长 这样就给敌人以一定的时间来定位 现在则可一键自动完成 两个固定装置 从车后放下便可固定阵地 这样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 使部队能利用更多的人力进行其他的部署 据有关报道 155毫米卡车炮的战术炮弹 转换速度很快 在一分钟内就能完成 从机动到开火的转变 据央视政务国防军事透露 机造军区某炮兵率 已在海拔4700米的高原之上 开展多炮种实弹射击演练 突破极限射程 在这些武器中 155毫米卡车炮首次尝试 在极寒高原地区进行夜间实弹射击 并成功地覆盖了数十公里以外的目标 鞋子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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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炮